飞天玉虎能与西方玉罗刹抗衡 的确算得上很有本事 他不但有本事 而且更是男人中的男人 飞天玉虎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有时一个月都不回家 丁相仪猜测飞天玉虎在外面一定有了女人 所以他也耐不住寂寞 有了别的男人 所以他这次来抢罗刹牌 就是要帮他的男人当上魔教教主 丁相仪后来没有找到香香 他也再没有勇气去征王 因为飞天玉虎曾血洗一却山庄 杀了银耀子方玉非一家老小 而香香正是银耀子方玉非的女儿 丁相仪的丈夫杀了香香的父亲 让香香成为孤儿 她实在没办法再面对自己的姐妹 说着说着 丁相仪已经猪泪一命了 陆小凤顺势从她的身上拿出手帕 给她擦拭眼泪 丁相仪却忽然着急了 这手帕不能用的 手帕不能用 难道她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上面画了画的 陆小凤将手帕展开 上面果然画着一幅画像 尚书丁丁之姐夫飞天玉虎 天下第一神童话 第二日 陆小凤趁着陈静静外出之际 偷入其房间 房中没有一样 只发现了一块红色蜡片 她又来到了大酒缸底下的密室中 看到床底下放着一张火皮 莫非杀死李霞的老虎真是有人假扮 接着陆小凤又在酒缸的台阶上 发现了可疑之处 那一块液体留下的痕迹 显然是有人昨夜登上过台阶 随后 陆小凤叫来了丁相仪 两人一起用铁钩从酒缸中勾起一个竹筒 竹筒中又倒出一个用蜡蜂好的小竹筒 这是什么 钥匙 有什么用啊 他能帮我们找到罗刹牌 陆小凤带着丁相仪 来到李霞昨夜到过的大石旁 先将瓷瓶中的强酸倒入石头的缝隙中 再将竹筒中密封的火药灌入石洞 拉好引线 再用竹筒牌打火机点燃引线 片刻之后 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 大石被炸得粉碎 露出了藏于地下的宝箱 宝箱中装的果然就是罗刹牌 钉相仪趁陆小凤分神之际 忽然出手点了七几出大雪 如今人人都想得到罗刹牌 他若不抢 迟早也要被孤松抢去 就在他得意之时 手中的罗刹牌忽然飞了出去 暗夜之中 三枚透骨钉直指打入了他的左腿 抢走罗刹牌和发出透骨钉的是同一个人 陈静静 陈静静 你总算来了 陆小凤 难道你知道我要来 你当然要来 因为我早就料到是你在捣鬼 昨晚老虎杀死李霞的时候 陆小凤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那老虎不但很怕他 还拿走了李霞杯囊里的火药 后来他在李霞的密室中发现了一张虎皮 更加肯定那老虎是人假扮的 昨夜新老二一直听着陈静静和李神童在房中说话 其实是李神童一直用口气学着两个人说话 而陈静静则从后窗溜走了 李神童最听陈静静的话 他一开始就发现 假乐山是陆小凤假扮的 他之所以没有拆穿 昨夜陈静静虽然拿到了李霞的火药 但是没有小瓷瓶中的药水 他仍旧炸不开大青石 所以他故意又把火药密封好 放回了酒缸之中 又导陆小凤上钩 等陆小凤找到罗刹牌之后 他再出手抢夺 可陈静静没有想到的是 陆小凤早已看穿了他的计谋 陆小凤并没有被点中学到 天下能点中他学到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自己 陈静静自知不是陆小凤的对手 便用丁香仪的性命作为威胁 陈静小凤就好 他本可以带着30万两黄金元总包费 为何一定要拿到罗刹牌 原来他要的不是黄金 而是地位 如果你从小就没有爹娘 从小就像只狗一样活着 从小就被所有人欺负 被所有人瞧不起 那你就能明白地位有多么重要